请你拿出你的习坐 and turn to page 39 and 40 请你翻到39 40页 I can read 好 这个I can read呢 是习坐 后面呢 复习的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小故事 好 那这个39页40页 这个是复习Unit 1跟Unit 2的小故事 那这个老师教过了 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忘记了 那所以说呢 老师再让你看一次动画做复习 好 那这个小故事的主题叫做什么呢 A daydream A daydream 就是一个白日梦 这个小朋友做白日梦 好 我们来复习看看 what are you doing? I'm eating I'm eating too Come and join us Hooray It's 12 o'clock Time for lunch What are you doing? I'm writing 很有趣,媽媽變成的fairy仙女了 然後呢,在夢裡面怎麼樣 一直叫小朋友喝東西吃東西 結果呢,是這個小朋友在做daydream 白日夢 做功課做到太無聊了吧 做起白日夢來 好,所以這個呢是在複習Unit 1的 跟Unit 2的句子 What are you doing? 你正在做什麼? 還記得嗎? What are you doing? I'm eating 我正在吃東西 這個句型還記得嗎? 那另外一個句型就是什麼? What time is it? It's 12 o'clock 問時間對不對 What time is it? It's 12 o'clock Time for lunch 該吃中飯了 好,大概就是複習這樣子的 好,所以其實小朋友 如果你學過的句子啊 你自己也可以自己編個小故事啊 來畫個漫畫故事啊 用你會的英語句子來編個小故事啊 好,也可以 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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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